詹姆斯韦伯太空望遠鏡在发射升空一个月之后 1月24号顺利抵达观测位置 预计会在6月或7月就会全面进入科学运作 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博士后研究员 理论天体物理学家荣朗因博士 详细的讲解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旅程和任务 欢迎荣博士 你好 卡拉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韦伯望远镜 它现在是进入了观测的位置 它现在离地球的距离大概是在150万公里左右 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科学家们在地面是怎么实现对韦伯的精确的控制的 从地面发出的信号 发射到这个韦伯望远镜做出反应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那这个望远镜上面是没有摄像头去看它自己的 所以它靠的都是在上面满布了不同的传感器 它会时刻回报那个望远镜不同部分的温度 跟它不同部件的position那个位置 然后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去控制这个望远镜 所以前面的30天这个望远镜通过1000多个小的步骤 把所有的硬件结构打开来 其实都是靠这些望远镜全回来的信息 去让我们去做精准的控制的 那我们地面的控制中心就是那个位于马里兰州巴尔地摩的太空望远镜研究所 那这个信息从研究所出来之后 会先传到NASA的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然后再传到NASA的升空网络 那个Deep Space Network DSN 那所以从那个点开始就取决于地球到底哪一面是对着望远镜 那它可以通过从加州或那个西班牙 或是澳大利亚的发射中心把信号传到去望远镜上面 那基本上那个软件的结构都可以就很快的反应过来 但是如果是物理结构上的反应的话 比如说改变观测的目标 它可能需要数十秒到一个小时 因为这个望远镜非常的巨大 所以它动得比较慢 那所以以后我们做科学观测的时候 我们会先用电脑把所有的观测都拍好 然后之后再一次过全道望远镜 尽量把中间这个要移动的动作减少 那荣博士目前看来这个韦伯望远镜 它运作的状况怎么样 现在有多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参与操控韦伯望远镜 在韦伯望远镜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完美的 它那个发射的过程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它现在上面剩下的燃料 其实是足够它去做15年甚至20年的科学研究 那我现在所在的团队其实还是很多科学家还是在家工作 然后在操作师里面的人也其实还在不停的改变当中 因为前30天很多都是工程师他们要确保望远镜的打开或运送的过程都有顺利 然后后面现在他已经到达了那个观测的轨道的时候 他就换成了一批我们望远镜的科学家去把这些科学仪器打开去做调试的工作 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微波望远镜的镀金镜片 它展开的这个过程也是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而且这个网球场大小的遮阳板也是已经打开了 能不能跟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望远镜它距离太阳这么远 还需要一个遮阳板 它在怎样的温度环境下能够正常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望远镜是一个红外线望远镜 那所有温度的东西都会发出红外线 那所以为了可以观测到来自宇宙深处的信号 我们都需要把望远镜的温度降得很低 那个望远镜有两面 一面是对着太阳的那一边 那个热的那一面 现在的温度其实还是五十几摄氏度 那其实是很热的 所以它需要这个遮阳板去把那个热能太阳的光线给隔开 因为冷的那一边 它现在的温度大概就是-210度 还不够冷 它的工作温度大概要其实下降到大概-220度才能工作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遮阳板 那么接下来的话 值得关注的这个微博望远镜 它都有哪些进程 有哪些关键的步骤 以及还有哪些风险 对 我们的望远镜已经到达了它需要到达的那个轨道 那所以一切前36天所有要发生的事情都是发生的非常顺利 从现在开始我们还在等待它的降温 预计大概未来两个礼拜之后它就会降到适合的工作温度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上面大载的四个科学仪器一个一个的打开 然后之后就会开始做调试的工作 同时也包括把那18个金的金面 把它们慢慢的调成 变成可以一个同时工作的一大片金面这样子 然后关键步骤还有维持五个月的调试 所以我们期望可以今年6月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望远镜去做那个科学观测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风险的方面的话 就是那个我们需要保证科学仪器的正常运作 基本上很多它打开的时候 硬件的风险都已经排除了 所以剩下的其实都是任务当中会持续出现的风险 比如说科学仪器继续运作 中红外线的冷却器的正常运作 或外来的撞击这一种也是其中一种要面对的风险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微博望远镜 它要进行的一个科学观测 那我们民众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微博望远镜传回的照片 他们估计可能未来6月左右就会有第一批的影像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知道 它第一批会看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很可能就是一些以前哈勃看过的影像 我们会用那些来展示新的望远镜 到底跟以前的望远镜有什么差别 所以还要等一下6月的那个surprise 但是未来一年其实那些科学的观测已经都定下来了 其中包括我所在的团队会用120个小时重返那个哈勃升空 去尝试寻找最早形成的星系 另外有很多的不同的观测项目会去探测 西外行星的大气层 比如说去找有机生物会产生的吸体像氧气 甲烷 二氧化碳或水 那当然这一些都是基于我们对生命的理解 有可能外星生物或其他生命的形式 跟我们理解有点不一样 是 我们知道这个微博望远镜它是要探索更深处的这个太空 而且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可以说是全新的一些信息 那么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 那NASA会和其他的国家会进行一些国际上的合作吗 会的 所以这个微博望远镜本身是一个跨国的合作项目 它其实除了是NASA的项目之外 那个成员其实还包括欧洲的航天局 ESA 还包括加拿大的航天局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使用望远镜是开放给全世界的科学家的 所以所有人如果有兴趣使用望远镜去探索宇宙的话 就要提出那个申请 然后我们就会有同行去审批 然后选上了的就会进去我们下一个cycle去排序去探索宇宙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非常感谢荣朗英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解读 我们下一个练乱的详细解读